中国节播浪文编法 取两条线为轴线 选两个喜欢的颜色拼接一起 先编一个平节 再编一个锁节 换一个方向编一个平节 再编一个锁节 这样就完整的做完一遍 后面重复按上面的步骤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 编的长一点就可以看出波浪文了 编的长度不同可以做手链或挂键 编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